给稻农多一个选择 106年第二期做扩大事半稻作直接给付 工粮收购制度自民国63年实施 保障稻农的收益 这几年农民产量增加 但稻米的品质没有明显的提升 政府为了提升台湾米的品质 试办稻作直接给付方案 提供生产优质稻谷农民 多一个领取直接给付金 不缴交工粮的选择 什么是稻作直接给付呢? 我们整理了一段简单的影片 让大家了解,请观赏 什么是稻作直接给付呢? 农友种植水稻不交工粮 将稻谷卖到市场 政府就发放给付金给农友 为什么要办稻作直接给付呢? 这几年来 这几年来台湾有越来越多的农民 放弃传统追高产量的做法 坚持理念 种植优质农产品 不依赖政府的工粮稻谷保价收购制度 为了鼓励稻农生产高品质稻米 政府106年第二期作 再扩大事办稻作直接给付 给稻农多一个选择 期望借此提升产业竞争力 使稻米产业得以永续发展 在哪里试办呢? 全台计50个乡镇市区 参加有什么好处呢? 有笔搅工粮好吗? 参加倒作直接给付不搅工粮 每公顷可领取1万元或1万1500元 谁可参加呢? 土地位在市办区 符合工粮稻谷缴授资格 且102至104年任意年度 第二期作申报重道 或参加器作集团产区经营主体 器作收购有案 或参加小地主、大专业农 租赁重道有案 且106年第二期作确实重道者 怎么申报呢? 何时申报呢? 土地坐落于市办区的农友 可于补变更申报旗内 到工所或农会 办理变更申报 到作直接给付 需要带的文件 与申报交量一样 什么时候可以领到钱呢? 农会于完成各项行政作业后 送县市政府审核 县市政府审核后 送农粮署当地分署和销 补贴金即透过农会 转播给实际工作者 有疑问可以找谁帮忙呢? 市办区农友 对于申报到作直接给付 如果有疑问 可拨打免付费电话 我们有真人为您服务